好 距离年底的选战脚步已经慢慢逼近 在昨天是台北市长的这个候选人的电视辩论会 我们来看到在辩论会结束之后 有不少的民调都已经出炉了 首先这个部分是忠实新闻网的民调 认为这个蒋万安其实表现最好 而且他的支持度已经来到了87% 当然看到这个民调数字之后 有不少人是觉得蛮震撼的 好 另外TVBS的最新民调 则是蒋万安有3成5的支持度 陈时中的表现有2成6的选民认同他 黄珊珊有2成左右 依旧三个人的支持度 还有民调结果是咬得蛮紧的 接下来是雅虎奇摩及时的民调 则是显示蒋万安获得过半的支持度 有53.6% 黄珊珊二成 陈时中则是敬陪莫作15.1% 一评新闻网的民调则是截然不同 陈时中拿下过半的支持度 认为他表现比较好 黄珊珊25.3% 蒋万安则是最后一名 18.9% 另外呢 这是中广跟盖洛普公司 针对这个辩论会之后 民调认为谁表现比较好呢 蒋万安拿下了72.04分 黄珊珊69.08分 陈时中则是68.14分 当然其实看得出来 如果这个各大民调呢 有学者认为说 蒋万安目前的迎面是比较大的 黄珊珊呢 主要是希望气宝不要发声 陈时中在昨天的辩论会 好像又变回了 疫情指挥中心的指挥官 这是师范大学的教授曲兆祥 他分析了 他说总体来说 口才不如两名律师出身的对手 再加上好几题没把握 他认为陈时中的表现是A减 相较之下呢 蒋万安跟黄珊珊都有A 好不过这两个人距离A加 也是有蛮大一段差距的 另外呢文化大使的教授 纽泽勋老师则认为 其实在昨天呢 蒋万安的首饰 微笑等等的一定程度 都建构了所谓的这个市长版 就是说他蛮有市长的样子 陈时中呢 慢慢找回指挥官的人设 他的表现比预期 想象中的来得好 至于黄珊珊也守住了 自己最娴熟市政的形象设定 因此他认为台北市的格局 依旧是三强鼎立萨喀都 所以他说气宝是不会发生的 当然民众党前立委蔡壁如 他则是认为 其实黄珊珊的表现是有功有手 比较能够让人感到安心 时事评论 黄伟翰他则是认为 蓝白之间的关系 在这个辩论会之后 更加紧张了 民进党的陈时中有效回稳 好 一旦他的民调 回到了台北市的绿营 基本派35% 那么到最后 还是变成所谓蓝绿对决的局面 好 当然在这个辩论会 当下还有之后 其实网友对于三位的候选 表现也是议论纷纷 有不少网友认为 其实在昨天 主持人提问的是 抗中保台这一题 反倒是让这个国民党的 候选人蒋万安 痛批民进党的反杀桥段 就是全场的最大亮点 更有网友胜赞 战神蒋万安 当下电报三令 好 当然在这个 昨天唯一场台北市长的 这个电视辩论会 对于有电视台提问 蒋万安关于抗中保台 国民党台北市员 徐晓星直言来啊 怕你啊 你以为这个问题是要来杀国民党 我们当然也要杀给你看咯 好 针对这个辩论会已经结束 我们来看一下 媒体人周玉寇说 他看到哭了 他在脸书发文表示 听着阿中的结论 心头灼热 他哭了 阿中加油 台北胜利 台湾加油 同时还附助了 一整排的这个爱心图示 好 另外他也抨击蒋万安 连绿共一家亲的脏话都说出口 他说这是辩论会 也不是吵架场 气急败坏绕了半天 这信讲的就是不敢抗中反共 我们来帮大家来科普一下下咯 好 水神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 会还原变成了水哦 这个换句话说 是完全不残留 也没有任何的污染 一天你就算使用上千次 也完全都不会刺激皮肤 小朋友 宝宝 儿童 孕妇 完全都可以用 欢迎大家上快点购